救救119誠實告知T.O.C.C 疫情升溫消防隊隨時待命 要將有症狀的民眾送往醫院採檢 現在卻傳出民眾報案時 沒有誠實告知自己的接觸史及症狀 防護裝備上是有等級落差的 如果民眾不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會有相對應的 防護裝備等級來去應勤呢 消防人員在接獲民眾 拨打1190救援對象是確診病人 但是卻避重救輕 隱瞞自己的接觸史及症狀 到了醫院才馬上向醫護人員改口 而基層消防人員根本來不及做好防備 消防員一旦接觸到疑似確診者 就必須穿上防護衣戴上特殊面罩 甚至手腕還貼膠帶封死 穿和拖就要花40分鐘的時間 加上出行人力吃緊 以新北市為例 因為確診人數居高不下 119化物量就暴增5倍 救護車出勤率也增加 但日就高達500次 長期被排除在醫療人員之外 那導致於我們在處理病患的時候 那一些病史的詢問 甚至一些醫療暴力行為的發生 都沒有受到相對應的保障 也就是說這對職業安全來講 是不合理的 疫情升溫時刻呼籲民眾 若是察覺到自己可能有症狀的話 在報案時都應該要將心比心 城市跟第一線人員告知自己的接觸史 旅遊史及症狀 讓消防員在執行時也能多一份保障 新新聞 賴欣穎 劉慧婷採訪報導